保護豬豬 保護豬豬 克服農環 克服農環 身高層級 全面防疫 非洲豬瘟爆發至今 以及讓中國淪為疫情重災區 有立委指出 全國740桌仰豬場 共有539萬6659頭豬 其中又以彰化線排名第一 如果爆發疫情 肯定會對豬農帶來相當大傷害 對此立委要求政府 將非洲豬瘟比照SARS 成立行政院豬瘟防疫委員會 進行跨部會防疫工作 甚至啟動第二預備金增加檢疫人員 這個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們一個縣 你說養豬的地方 養豬場 有1700多個 結果我們的檢疫人員只有5位 那就算我很有心 我都沒有力氣 是不是我們在這邊也要求 至少你要去徵聘臨時的人員 來做一個協助 那這一些都礙於經費 那是不是應該去啟動第二倍 立委中嘉賓也提到 雖然立法院在11月30號 三讀通過動物傳染病 仿製條例修正案 將違規攜帶肉品入境罰款 提高到100萬元 但隨著網購便利性 難以預防病毒入境 應該加強邊境管制能力 那網購的部分電商平台 我們可以要求農委會 趕快去了解 有沒有什麼樣的行政的依據 或法令 可以讓我們要求在台灣 本土登記有案的電商平台 你在中國的收貨端 就開始要進行篩選 農委會表示 行政院已設立跨部位合作機制 農委會也成立作戰小組 針對非洲豬瘟疫情定期開會 要來阻絕境外並超前部署 就是用大聲工就廣播 不得帶肉品進入 那帶肉品入關的 會遭受到罰款 所以我們看一下 那一個金門的 一個小餐通的 被取締的那一個肉品的話 大概每個禮拜 大概都在五件以內 所以它並不是最嚴重 最嚴重的帶肉品 進關的大概是在桃園機場 跟高雄的小廣機場 這兩個地方最嚴重 農委會表示 目前以查契293件違反制件 也透過罰則提高 打到喝除效果 減少肉品入境情形發生 另外農委會也要求電商 不得販售中國肉製加工品 違則可除青年有期徒刑 未來也會進行全國演練 預防可能發生情形 做好風險管理 院士新聞 虎村屋六立法院採訪報導 OK 高雅 box